前面咱说了两种出冷汗 要说马上谈到的这个啊 这个冷汗出的我跟你讲 戴着毛巾都白费 我是后背毛冷汗 一塌就是一天 虽然出汗 但是衣服还是不敢脱 一脱还冷 哎呀你看这衣服 这穿着也不是啊 脱了也不是 你说这玩意穿着吧 他粘在身上他也凉 你说不穿着吧 他更冷 你说哎呀 这人都糟老了罪了啊 这个后背出冷汗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终于讲 这是属于渗阳不足 渗阳亏须 阳气不能够收舍 今夜 今夜往外出 那么出的汗 是冷汗 而且在阳气 最盛的地方出来 人体的阳气 最盛的地方 就是后背 后背为阳 前面的腹部啊 胸腹为阴 所以说呢 这个渗阳区的人 多数会经常会出现 后背 出汗 出冷汗 有的网友朋友说说 是不是后背出冷汗 吓着我了 吓着我啊 也会出现后背出冷汗 但是呢 那是属于一过性的 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 后背出冷汗 是经常性的 那你不是 没有吓着 就是 就自己在这坐上 或者是一些 稍微的活动 后背出汗的 出冷汗的 这个就得注意了 对 而且我跟鸟闹心上 还不止这一点呢 再往下看 我是后背 冒冷汗 还老觉得腰眼冒风 身自骨也是 酸疼难受 身体总是发沉 没精神 那么渗阳不足的 表现呢 除了这个后背 凉出冷汗之外 还有其他的 有的时候 渗阳区 是在渗经济 亏区的基础上出现的 那么渗经济 亏区就出现 腰腿 酸软 疲乏无力 头晕 耳鸣 有的时候 这个记性不好 这都是跟 肾经亏虚 有关系 那什么样的人 容易出现 这样的问题 肾阳不足的人呢 绝大多数呢 老年人提多 老年人嘛 阳气不足了 因为阳气啊 用一辈子了 到老了 确实是少了 另外还有一些 疾病导致的 肾阳亏虚 所以说 这个人年龄并不大 年纪轻轻 或者是中年 由于某些疾病 导致的肾阳不足 肾阳亏虚 出现的后背 凉 出冷汗